說起萬千聲輝賀台慶 大家一定會想起台慶大獎 二十多萬的電動車 由十五歲的趙紫樂贏得 令到他都忍不住說 你都未成年了 沒有車牌 你家人嗎? 我剛剛十五歲 他只有十五歲而已 你家人嗎? 你放心 我幫你駕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表示很驚喜 我家的車位夠不夠嗎? 可能不是 我不確定 其實我是有點驚喜 其實是很驚喜 而且我覺得那個可能性是很小 因為很多人 所以我自己都還沒準備到 但一十五歲就行 我那輛車好像沒什麼對我 所以我現在都 其實我是不知道 我的車是要做什麼 但我現在不能乘車 你不是爸爸媽媽的嗎? 是 可能 你會賣掉嗎? 都是有這個可能 因為我現在都是 like not sure what to do with it to be honest 我一定會 我一定會 因為我自己都是很喜歡 就是去到不同的地方 和 kind of like explore 所以我一定會做 我一定會做 我一定會做 我一定會做